发家致富 升官发财 你不见得赶得上 这一人一份 加三还不行 按顺序排队 假如爸爸 我带你串门去 说个瞎话 顾个霍拉拉 顾个霍拉拉 上一周都联系好了 顾个霍拉拉 做什么呢 百姓去聊百姓事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这期视频 天团马哥 说了一个 每个人都躲不开的话题 是什么呢 玩笑中 您又能听出什么呢 来咱一起听 天团马哥说说吧 脏铁 这不自然就亮了吗 这窗户就泛亮了吗 你还都不知道 睁眼都费劲了 睁不开眼了 那就麻烦了 然后睁开眼了 动作不了 穿不上鞋了 还不是不睁 这人他就是 就是这样 你说真要不睁 一下睡死过去 这多的福分 是不是 老白就是什么 睡过去了 等家里人一发现 凉了 这是福气 老白去哪 老白 对 多福气 陈咱的鞋一摸凉了 那就是福气 所以像咱人 咱实惠点 天哪一聊天 一说死字 雷少岁 不吉祥 但是是 谁躲开这个 发家致富 升官发财 你不见得敢得上 这死一人一份 准时呢 你知道吗 这东西 有的 你要想加三还不行 按顺序排队 你知道吗 这东西 你要排这队排得好 那都是嘎杯的病 你排不好 排一个折磨人的病 又花钱 又受罪 又抗吃抗辣 给人腻味死了 没错 给活着快折腾死了 你才走 有得这病的 这病是最凹头 不知道 尤其现在天不正 就他妈一个孩子了 谁管你 尤其两口子再走一个 就剩一个了 就是本来就孤独 就一个人 那孩子管你 咱话道理不靠 咱俩也有那孝顺的 咱也不说绝对 所以我怎么着孝顺 你一看推薪 我再给你添点 扔个老 养老院去了 你好什么 就那样 现在咱们以后 我们这老说 咱不去养老院 那时候你贪了 去点去点 你不会痛快了 他给你往上蒙个备伙 给你拉着 你就送来 他就蒙个备伙 他给你冬天蒙备伙 你夏天怎么送啊 你知道你折腾 等到冬天又冷 给爸爸蒙个备伙 来神迹 蒙个备伙 没点 假如爸爸 我带你串门去 说个瞎话 顾个火啦啦 顾个火啦啦 晚上一扔 都联系好了 就弄到静老院去了 你不知道了 那时候 他就给你哥了 这个 纯粹 说句白话 纯粹等死了 你知道吗 我还跟说 这就算孝孝 你知道 这都算孝孝你了 他可不是 叫这姨孩子 不管是男孩女孩 他不叫什么姨孩子 以后的这个结果 我供摸着 现在都挺乐 都没事 身体没有毛病 都挺好 我还想出来了 你就想的惨一点 要是比这想的要好点 要有知足死了 对 你把这个困难想的甜头 对 你还有一块退油筋 对 你要没退油筋啊 咱再再说南京咱就不说了 喊不得爱跟伍大然似的 对 伍大媳妇 伍大然让让喷进脸似的 就给你下药了 灌药了 还要给你灌一个安乐死也行 是不是 也也合适 灌药只这样当安乐死吃了 还灌你不给你灌这药 应该灌糊摊似的 也死不了更难受 别想的了 一想的 未来这老了以后真是不敢想 你要老两口子都活着都在 像这不说了吗 老老有什么呀 有一个老子 得有一个安身之处 有自己的乌大乌小 有那个宅子 对 是不是啊 一说宅子都大似的 你 你有窝 有这口退休金 有那么一清半点的公费医疗 就很知足了 就行 老百姓 全是那点路数 没别的 有什么路数 没什么路数 拼命的活着 使劲的活着 放开心情 珍惜当下 是吧 挺好 你说不知足 好多不知足 你要说知足 你比这个 是不是啊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什么呀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有余 咱比那个有的还强 是不是啊 咱们做好有的退休金 还有哪几 弄几千块钱呢 只要不买房 不买车 不投资 不干这大事 这是钱说的 菜不涨价嘛 也能够吃 看了这期视频 您有何感触呢 什么是福气 什么是孝敬 老人怎么才能活得更幸福呢 这些问题您一定也有自己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 我们一起聊聊吧